要是ES一整年都夺冠 别人会不会有意见 Insta一年不夺冠 别人对他也有意见 不是 有没有意见不是取决于 你是不是冠军 想骂你 你干什么都骂你 你拿了亚军 你看这个队伍 拿不了冠军吧 然后你拿了冠军 你看这个队伍 他天天拿冠军 真没意思 真没劲 拿了季军 你看连总决赛都没去过 你干啥斗什么 你去B组了 去B组 你看摆烂 你去A组了 你看原地踏步 别人都在进步 你不努力 你要真想找茬 怎么能找到茬 别人有没有意见 你夺冠就夺冠 我跟大家讲 Insta一致夺冠 有哪些好处和哪些坏处 第一坏处就是意见 一直都会有 无论你是什么位置 意见都会有 那不如还不如夺冠 那就夺冠 为什么呢 夺冠好处多 好处就是商务能力会变得强 选手的个人价值会提高 明星选手 对吧 商务能力会变强 收入变多 选手的生活变好了 俱乐部的条件 资产也变多了 付出的努力得到了收获 对吧 那清训就有更好的一个 发展的潜力了 因为大家会慕名前来 那清训发展出来的人呢 会成为冠军俱乐部 未来的这个希望 给这个俱乐部 骗专家吧 还有一个就是 我如果培养的未来 有点多的话 我还可以卖给别的队伍 我还能赚钱 是不是 整个流程下来 坏处是 有别人对他有意见 好处是 刚才我说的这么一整套 所以你管他有没有意见 有人说 主要是比赛越来越无聊 你的队伍会说 我要躺平 职业电竞的时间很短暂 没有人随随便便 就会摆烂 大家来打电竞 说没有你问他 他说你的梦想什么 勇多亚军 除了那个九尾 除了九尾以外 所有的选手 你问他 他都是我要多冠 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亚军 勇多亚军 已经勇多亚军了 一年三亚 对 聊决赛之后 你们发生什么改变呢 决赛完过后 我悲痛欲绝 我三天三夜 可能都吃不下东西那种 最后是怎么解决了 这样的一个心病 最后 看电视剧